第二次提 甲類 納甲 在空氣中亦失去金屬光澤 必須存放在礦物油中 乙類 金箔 打造成失誤耐久而不變質 丙類 鋁鑫 在空氣中亦氧化 但不亦完全鏽石 丁類 鐵在空氣中緩慢氧化 但卻容易完全鏽石 根據金屬特性的相關論述 是判斷上述四類金屬 對氧的活性大小關需為何 我們看到了甲類 它容易失去光澤 要存放在礦物油中 所以我們知道甲類的活性一定是最大的 我們看到乙類 它耐久而不變質 所以我們知道乙類的活性一定是最小的 知道甲最大乙最小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答案要選的是豬 那麼丙跟丁呢 丙告訴我們說它容易氧化 丁告訴我們它是緩慢的氧化 所以我們當然也可以確定 我們的丙是會大於丁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容易氧化 卻不亦完全鏽石呢 是我們學過 呂根星在氧化的時候會生成致密氧化層 保護內部的金屬不再繼續被氧化 所以我們曉得它們對氧的活性關係 應該是甲大於丙大於丁大於乙 所以第二次提問我們說 是判斷上述室類金屬對氧活性大小的關係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甲大於丙大於丁大於乙 我們就示範了幾次 参加了又去 感谢观看